哎呀,你輪轉天氣,風濕骨痛好辛苦呀 奶奶,我剛剛買了一個最新科技的太空小凌晶 可以迅速舒緩任何痛症 那就不怕風濕骨痛啦 哇,這麼好嗎? 那就買多個分享給二婆吧 太空小凌晶,可以在陸創意健康店買到 電話288248400 網址是www.h-e-a-l-t-h-s-h-o-p.com.h-k 歡迎收聽原網台的自然療法與你,我是Della 今天會繼續跟袁大明自然療法醫生 和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自然醫療資訊和最新的發現 讓你和你的家人都可以享受到健康發力的人生 Hello,袁先生你好 Della好,大家好 今天我們講這個題目,相信很多人都會經歷過 或者現在還在受苦 我們今天講的是鼻敏感的情況 英文是Hey Fever 其實在外國很多時候 這些人都因為受到季後性的花粉感染 而引起鼻敏感,打癡 香港這個環境上,我知道有部分都會有的 但是大部分在香港,鼻敏感的病患者 其實都是因為環境的污染,沙塵 以及在香港的環境之下,出入冷氣 那個情況之下,就產生了鼻敏感的問題 我知道在臨床上,你們對於這個Hey Fever 應該很容易,三兩下手勢已經搞定了 但是知道來到找你的病人,就不是那麼簡單 可能就是由最初很簡單的鼻敏感 不是及早去醫治了,不是 搞到後遺症之後,可能出現了上呼吸敏感 或者這些,再深入化了它的時候 才來到找你做那個醫治 所以今天,袁先生可不可以幫我們簡單一點 或者是幫聽眾介紹一下 如果真的遇到鼻敏感的問題的時候 同理療法可以怎樣,很快去及早的醫治了 等到家中的可能有些人 暫時沒有,或者一些小朋友 因為這個情況,而引起有這個鼻敏感的時候 他們都可以很快去搞定了它 相信,鼻敏感在香港是常見的 就是說很多時候,那些人就不懂得處理 那到健身我們那個時候,通常被塞到 那個聲腰是塞到根本沒有空間休息的 那這些通常是長期鼻敏感 是沒有好好的處理 搞到鼻聲腰漲大,然後很難休息的 那一般的,我們叫做敏感性的鼻炎 有什麼叫Allergic Rhinitis 那在外國就有什麼叫Hay Fever 就是叫做花粉熱 因為跟那個季後出現的一些花粉 或者草,或者樹,或者花那方面 那這個通常是季後性 在春天,夏天,或者秋天比較多 尤其是加拿大,我記得都比較常見的 那一般的症狀呢 就是流鼻涕,流清涕,打癡癡,痕癢,眼痕,鼻瓜痕,口肝都痕癢 這些是常見的症狀 那嚴重一些呢,可能會出現到頭痛 那人是覺得敏緊,即是很不安,很敏疹的 尤其是在這些花粉熱裡面比較常見到的 那通常那些人當然是很不好受 那些人覺得很不舒服 那遇到這些情況呢 當然,我們第一要看病人的情況 看他的眼的狀態,看他的眼有沒有紅 看他流出來的鼻疙瘩,有鼻疙瘩有沒有紅 有時候是流鼻疙瘩的 可以觀察一下他打癡,打得厲害,如何打發 還有你的鼻疙瘩會流出什麼鼻液出來 那一般常用的療劑,我們第一個對這種症狀 如果症狀是流眼水、流鼻水和打癡 就是一般性的,我們第一個療劑就是 就是那個Alium Seeper,就是羽洋蔥 大家都知道,如果大家剝羽洋蔥的時候 會出現什麼呢?會出現這三個症狀 冷水、鼻水和打癡,一般性的 那如果你發現,尤其是,你發現 它流出來的那些液體,鼻疙瘩的,鼻水是瘩的 誰知道,你看鼻孔或者上唇的鼻液經過是紅紅的 你知道,鼻液是瘩的,眼水是不瘩的 這個更加是洋蔥,洋蔥是這樣的症狀 如果你發現,它的症狀是有很多症狀 尤其是鼻孔症,或者是尚惡症 這個情況,我們就會想到,兩個療劑 第一個是Arundal,Arundal就是芦苇 即是Wiith 有一個叫Wiithia,Wiithia是毒野草 這兩種療劑是對付有些症狀的 尚惡症,或者是眼症 眼蓋眼、眼球症狀的肋瘤位比較多些 如果尚惡症,口腔尚惡症,Wiithia 毒野草就比較多些 你發現,它流出來,眼水流出來是特別多的 多於鼻水的,而且有些稠稠的 這個就是Euphrasia 甚至是眼睛紅紅的 眼水流到眼睛有點紅的 這個症狀的療劑是Euphrasia 是小米草Euphrasia E-U-P-H-R-A-S-I-A 尤其是鼻水不辣,眼水辣 這個就是Euphrasia 有時候你發現,它流出來的 那個鼻液不是水汪汪 但好像稀稀的蛋白一樣 稀稀的,而且發現很多時候 它也會出現唇瘡,Coled sore 這些症狀,加上頭痛 或者是有一個情緒的,即是失落的背景 這種情況之下,你的療劑就是炎 Natrum muriaticum 如果你發現,它的症狀主要是 很厲害的打刺 很大聲,很大力的厄刺 這種情況,你就想是 Sabadilla S-A-B-A-D-I-L-L-A S-A-B-A-D-I-L-A 一種種字 Sabadilla 這幾個是差不多 大部分的療劑 都可以控制得到 通常 在糖尿療法,是對這些 有症狀的 尤其是花粉熱 這些鼻炎 效果是很好 我記得我在加拿大 有些情況 給了療劑,幾劑就好了 甚至乎 到第二季 第二季後 再出現 都沒有發作 所以這個 跟療法的療劑 有時候 是很深 和很根治性的 當然 在我們處理的情況 除了一些急性的症狀 容易配到 但有時候 我們平時 都會用一個療劑 就是整體性治療 就是了解整體 除了表面急性的症狀 配治療劑 有時候 我們都會整體去治療 另外在自然醫療上 有些什麼都可以幫助 舒緩到鼻炎的方法? 其實香港很多 經常都聽過 人們會買空氣清新機 買特別漂亮的吸塵機 企圖是將那些沉滿 或者那些花粉 空氣裡面 將它去隔壁渠 除此之外 有時候我們可以 吃一些營養素 那些Bioflavonoid 是生物類黃銅 這一類的營養補充劑 有時候可能是丁劑 可能是水劑 有時候 在嚴重的情況之下 我們可以用一茶匙的梳打粉 混入水裡喝 或者有時候市面上 能夠買到的 Alka-Celsa-Go 其實都是Baking Soda 也可以幫助你 舒緩當時的不適 這些一般的油房 都容易買到 當然我們還可以 簡單一點 吃多一點的維他命C 例如Buffer 500mg 可以每天每兩個小時 吃一天 可以一天 可以用到3000mg 一天都可以 這些很簡單的工具 我們都可以 隨時都可以 用來處理 嗯 都是集中於 在認識多些同類療劑 來做一個徹底的處理 就好過 時不時就要這樣去受苦 麻煩袁醫生 幫我們剛才介紹過 那幾隻療劑 再詳細一點 幫我們講解一下 在我的經驗裏面 其實我剛才所講的療劑 在當時適當的症狀之下 我都用過的 效果很顯著 我都用得很均勻地 有機會採用得到 第一隻介紹就是 紅蔥 紅洋蔥 那個症狀就是這樣 就是很稀的 水汪汪的 是拿鼻歌的 就是那個症狀 好像有些水喉 流出來的 你要看到 除了 就是好像人 摸洋蔥那樣的感覺 那 在這種情況 有時候你發現 他病人會覺得 他鼻水有些 有些輕輕的 有些燒燒的感覺 尤其是左邊的鼻孔 是比較厲害的 這些鼻液 這些有些 腐蝕性的鼻液 可以令到你的上唇 有點紅紅的 當然他眼水都會流 但通常相比之下 眼方面的眼淚 是不刺激的 通常這些人 不喜歡暖 他喜歡一個 空氣清新的 涼的風氣 他也可能 平時喜歡吃洋蔥的人 另外一隻就是 Arundo Arundo就是 烏尾 烏尾 重心的症狀 就是痕 尤其是鼻孔痕 或者尚惡痕 痕到達致 當然也有流鼻涕 當他流鼻涕的時候 甚至乎 口水都流出來 也有個情況 會發現 他們會出現 耳底 耳仔 放有些痕 痕得來 耳道也有痕 是 另外一隻 就要詞 小米草 小米草 這個叫做 Eye Bright Eye Bright 即是跟眼有關 即是當我們的敏感 或者花粉熱 影響到眼睛 眼睛 當然眼睛 流出來 又熱 又會痕 但鼻水 又不是很痕 這跟紅洋蔥 相反 紅洋蔥 鼻水痕 眼睛不痕 但小米草 是眼睛的眼水痕 所以很多時候 你會發現 眼睛很怕光 又很怕水 眼睛有點紅 還有時 他發現 前額 可能流得很厲害 前額 有些頭痛 好了 接著 另外一隻 就是 炎 Nature Mirror Nature Mirror 流出來的液體 水得來 但不是稀得很厲害 有時水 但也有时候像蛋白那样的 通常这些人发现 嘴唇有裂痕在这里 尤其是下唇的中间 还有发作的时候 很容易出现唇疮的情况 当然有眼水 眼水下来也有眼盖有少少肿 还有他发现尾角和臭角都差了 也有时候发现鼻孔交替地流鼻退和失 很多时候会出现头痛 这种人在发作的时候怕晒太阳 因为晒太阳可以令到他头痛 尤其是早上10点的时候容易出现问题 都是喜欢新鲜空气 平时喜欢吃淀粉质、面包 喜欢吃咸的东西比较多 接着另外就是马前子 Nuxvormaker 马前子鼻肝的症状 通常是日间被流鼻水 以及在户外被该流鼻水 但是晚上是干干失了 也有很强烈的打痴 马前子人都说是A型的 很薄杀、很努力做事 什么都要聪明 通常是没有耐性、很敏症 还有马前子的人 你会发现经常在这里吸鼻 即是他流下又不流下 所以经常要吸鼻 而且他会感觉鼻孔里面 好像有些爬行那种不安 当然马前子的人 他的鼻孔是很敏锐的 尤其是对气味很敏锐 但是有时候又鼻孔又塞 又流下又塞 马前子的人在户外不是那么好的 有时候冻的空气不是那么好的 所以他反而喜欢在室内 鼻孔的情况会比较好些 平时都是喜欢喝咖啡、酒 濃味、香味虫的人 这个就是典型的马前子的症状 接着另外一种就是Separdella Separdella就是一个沙白的种子 Separdella的重心就是 他发作的时候是拼命打刺 这个是重心 你看到是打刺为主 你就会想到Separdella 这个尿剂 鼻孔当然又涌现出来 而且他闻到一些东西 鼻孔更加差 或者想起那些花 他会更加感觉 他就很想象这些病出现 鼻孔的痣 鼻孔有时候有痕 好像有相夸癡 有些鼻水刺激 这种Separdella的形象 都是不喜欢在外面的 在户外 可能户外能够接触到 他在户外出去 就打刺打刺打得很厉害 rel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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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种叫毒野草 中文叫毒野草 这个症状主要是痕 尤其喉咙很痕 上额很痕 鼻孔很痕 尤其鼻痘后面痕都很厉害 有时上额想挠下它 后鼻握 整条舌头就会挂挂它 看上去喉咙是有一种肿胀 但是喉咙的后边是比较干 有点烫的感觉 它也会打射 打得很厉害 常常觉得鼻膏有些东西在顶着不舒服 这个就是毒野草主要的症状 接着最后就是硫黄 Sulfur Sulfur表面症状是水汪汪 和慶的避疫 当它在户外的时候 即是出外的时候 但一到室内被那头塞塞了 刘黄炎的人比较上是狠狠狠狠 喜欢骄骄笨笨 有很多自己的想法 我叫做Racket Philosopher 就是他自己有很多东西想法的 有天马行空 有他自己那一套的 当然经常打痴 鼻膏会塞 有时交替地塞 硫黄是热的 所以他不喜欢暖的 尤其是在暖房间或暖床就会差一点 而室外的空气 开放空就会好一点 硫黄炎的人喜欢吃甜品 喜欢喝酒 当时有很多香料味浓的食物 嗯 袁先生帮我们介绍过很多疗剂 事实上这个鼻敏感 或者这些污染性的鼻炎 其实就真的很困扰了病人 如果是有这些问题的人 这一天到黑 又流下又伤 又弄到异容 尤其是现在在新冠病毒的情况之下 哇 你出现了这些问题 吓死人了 听见你把痴就会害怕了 是的 让你嗦嗦嗦嗦嗲 都会很害怕的 所以希望大家收听了这一辑之后 如果是自己或者是身边的家人 有这些问题的时候 都可以及早用疗剂去医治 就不需要等到真的深化了 去了一个呼吸系统问题的时候 或者是那些气管炎那些的时候 才来找疗医生去帮你去处理 搞了 就有时间搞的了 即是及早医治 那家中常给一些疗剂 就随时都可以用得着了 虽然香港就没什么这些 那些季智性的那些花粉 但是真的那些沉满 那些环境的污染 令到人有这些被敏感的情况 是很常见很常见的了 希望大家可以 尽量利用了这些疗剂去帮助了你的家人 多谢袁生今天和我们的分享 如果各位有些急切性的问题 可以打以下这个电话和鱼医生做一个会诊 电话号码是25773798 如果想查询一些疗剂 或者是其他健康产品 可以联络回我们陆创意健康店 电话号码是28824848 而在海外的听众也可以透过Skype 和鱼医生做一个网上的会诊 可以email到 cs.naturalhealing.com.hk 预约 如果想重温我们的节目 可以上回我们的网址 www.sourcewadio.com 又或者上回YouTube搜寻自然疗法语力 就可以听回我们的节目了 今天谢谢你 我是鱼医生 拜拜 好 多谢大家收听 拜拜 拜拜